哈喽大家好,我是Jeff Sentira 那这一次呢,我们要做的这个影片呢 觉得它算是很特别的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呢,武汉肺炎的来袭 其实我觉得啦,做这个防范戴这个口罩呢 不是怕死 原因是因为现在武汉病毒它其实没有特效药 只能用你自身的抵抗力去对抗 所以自我的一个防范医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被感染了也要起码两个星期才会有这个症状 像我们自己住的附近 也是已经有人就是被感染了 很多人呢,这阵子都买不到口罩 去到哪里都买不到口罩 请问自己口罩到底去了哪里 我们真的很好奇 因为在路上其实看到戴口罩的人真的是不多了 我们自己人生都去了很多间 mall pharmacy 找都没有口罩 而且像我们去走shopping mall的时候 也可以看到很多人其实没有戴口罩 这一次我们就是配合我们自己的luckery的公司 举办了这个活动 对,我们决定呢就是不卖 因为很多人趁这的时候呢,趁火打劫 各位太恐怖了 而一盒普通的纸的那种口罩 5块钱成本它放上我卖到40 甚至新加坡有人卖到100多块钱马币 超夸张的 太过分太恶劣了 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只送不卖 今天就买了这个16000片的这个口罩 完了我们自己5000块啦 也算是非常有良心的一个商家卖我们一个很合理的价钱 所以我们今天就打算 把它们送出去给超过4000个朋友 希望可以帮助到他们 这样子 我们现在先去拿口罩 那因为这个武汉病毒呢,其实它会通过呢 如果你没有洗干净的时候 你就触碰眼睛什么的 等等的就会很容易干啊 所以首先第一个步骤跟大家讲就是消毒 消毒过我们要给大家知道一些正确的口罩的观念 他们有教就是你要这样子戳 基本上呢,大家要知道一次性的口罩啊 棉子的口罩全部都不要用 因为是没有用的 只有两种是真正有抗病毒的 就是这种医疗性口罩 还有这个NG无数 我现在先示范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医疗性的口罩很简单 如果你没有生病 你是普通要防范的话呢 青色一定要向外面 这边有一个铁片 所以简单来讲呢 这边呢,前面的部分不要去触碰到它 因为是一个卫生的作用 然后呢,这样拉开来 然后这边呢,一定要压下去 尽量下面也盖造 一般上你出门的话就足够你去抵抗这个病毒了 对,然后这一款呢,就是N95的 然后也是很简单 就是这样子,先把下面的这一条呢 套下去 对,套在这里 这个是套在耳朵这边 所以是这样子的 你的鼻骨这边也是要按 稍微按一下 确保就是完全是封住的 所以现在呢,我们要去进行今天呢 这个,我们的公益的活动 好,所以叻,我们已经把全部的口罩买回来了 这一次配合我们的活动呢 就是我们的Lafri Global的 老板 全部的口罩 包进独立的包装 然后等下我们才会分配给 孤儿院啊,警察局啊,老人院啊 等等等等的地方 先消毒鞋咯 我们今天是,已经是 转换成那个 伊朗员工 OK,所以这个是Surgical的手套 所以也比较卫生一点 然后我们每个人都会戴口罩 然后我们才开始 OK,好 我们这边一共有16000片的 Mask 就是政府建议我们用的这个口罩 好了 手术开始 好 好了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个别的包三个 在一个包 然后等下呢,我们就这样子分发给所有人 所以我们已经包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所以我们total包了 包香 1234 四香 四香的话 一香里面有2000片 包了268 8000片 2000份 加油 大家 你们觉得你们今天做的事情有意义吗 啊 你有手机在这边 哈哈 嘿 你们怎么要踢的 有没有意义 有 哈哈哈 我刚刚 M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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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ibia Tawan M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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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们很多人不懂这个病毒 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意识的问题 这个是留给我们自己的上 要救别人先,救自己先 一人拿一个 全部都是口罩 我们现在就要把它分配出去 刚刚我们在Facebook的时候贴了一个帖子 跟大家讲我们会在哪里拍送 等一下就应该会有人过来拿 我们现在要去拍送口罩 我们现在要去拍送口罩 大家赶快来哦 现在要开始拍了 然后有一些人在排队 对,然后我们在等的 对,然后我们在等的 我们在那边拍口罩 可是因为太远 然后真的是天桥底下 我们又怕给警察赶啦 所以哦,我们就拿了这样子 免费医疗性口罩 一人献一份 所以我们是要在这个天桥底下 把他们的人找去那边 去跟提到他们拿口罩 可以吗? 来,叔叔戴口罩 谢谢 谢谢 我刚才看到那个Police Phantom 沒有在戴口罩的時候 其實我有點嚇到是 其實是我們人民的意識真的很低 在這一方面 這個沒有什麼啦 真的病毒來到了時候 你怎樣疑喔 你怎樣跟你家裡人交代喔 這個是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現在你可以講為什麼你覺得 首先這個一開始的地點 你會選這個地方來拍嗎 其實City Square是 跟Jepicara上是人潮最多的地方 其實就是每天有50萬人 在新加坡來回打拼 他們現在拉拼有另外一個老闆 給我們拉來 這邊 第一次拍這個 特別的感覺 我覺得是可以幫助到大眾啦 我們一從這邊又被趕走了 所以我們現在只可以移去那邊 就是繼續拍 走吧 現在我們已經被趕了 他講那個老闆沒有給批准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覺得有些時候 也不可以怪大家他們做工了 但是這種是要人性化一點的嘛 這樣我們就去Bassamala派了 這樣子可以去Bassamala 走咯 大哥 謝謝 謝謝 拜拜 好 我們來免費 買不到 買不到 一人一個 一人一個 不會 一人一個 不會 來 那個那邊 有衣服更好 那很多人 現在每個人都沒有人 我們這裡有 我們這裡有地頭蛇 帶走 我們每個人一個 好 好 免費的口罩 來來來來 聽不到 來來免費的口罩 他三件 他戴口罩啊 免費 免費的 免費的 來來來 免費的 我覺得其實我感覺到 華人 沒有什麼意思耶 其實我覺得華人的朋友 其實意思比較高 可是不一定咧 我覺得其實這個只是安全性啦 畢竟我覺得 你都沒有藥衣嘛 不可能中好你才來想辦法嘛 其實我覺得戴口罩不拍誰 你不戴口罩才是拍誰 對因為你不夠愛你自己跟你自己的家人 我們去前面拿免費的口罩 留給有用的人 他講他家裡我為什麼不要戴 這裡是很多地方 這個邏輯我不是很懂 不過 不過 來了 免費的口罩 免費的口罩 喔 誰要免費的口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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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口罩來拿了 拿了謝謝你啊 很多人會自己講他拿了 其實這個是很好的 其實喔 很多我們附近 看到做小販的朋友 他們本來是沒有戴的 你送好過後他就戴了 我覺得他們是 找不到口罩 我們是哪裡啊 沒關係 秘密啊 謝謝你啊 我們秘密三位 我們秘密三位 來拿就對了 沒關係了 很多人一直要找誰贊助的 找不到 就是不要給你們懂誰贊助 我們就是有心就好 因為這間公司老闆做很多壞事 平常做一點功德耶 不是那個不在的那邊做很多壞事 不是我 做壞事的那邊拍他 做壞事很多所以做一點善事做功德 屁啦 這個是壞的那個 你們賣是不是 看到口袋都沒有錢 喂 你們偷偷賣啦 喂 有錢喔 都請抓妳 拿拿拿 我不要啦 什麼 快點啦 阿哥 阿哥 來 給你 就來了 謝謝 謝謝啊 喔 前面的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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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很好 做功德 來阿哥 謝謝 沒有了 阿哥是前面 身體健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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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樂啊 哈囉大家好 我是Den 我是China 好煩啊 這兩個 現在是早上的六點鐘 我們現在其實就是分批 然後我們四個人就會去到 柏林的培華小學 阿姐就會去到 Sutra的國光二小 為什麼我們今天早上會去學校 是因為其實在昨天我們派給 成人跟老人的時候 有很多人跟我們講到就是 有很多學校其實都沒有口罩 因為我們的口罩也是有限量 所以我們就去現在比較多 多人的學校先 然後先派給他們先 然後再看接下來 如果我們還有的話 再繼續派下去 我們先去我們的培華先 所以阿Jeff就 阿Jeff了啦 你看這樣子 現在整個你看進去 整間學校基本上都沒有在戴口罩 其實是很危險 所以我覺得 我們可以的話 就盡量派到給所有學生都有 只不過現在我在想哦 因為他們坐在禮堂嘛 有沒有辦法 可以把那些學生叫出來拿 還有嗎 還有嗎 拿了嗎 拿了嗎 拿了就進去 拿了就進去 拿了就進去哦 拿了就進去哦 他還要派口罩 我們還要派口罩 到這邊來 來派名啊 現在Indira在另外一邊 我們這次已經來到這個國光二小 然後是隨機要來派這個口罩 給這裡的一些小學生 還有這裡的老師 不知道會不會順利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去執行我們的任務吧 現在的時間大概是六點半左右的早上 來來來 來啊 進來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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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出大家還沒有睡醒來拿口罩 現在我們一人分一邊 我單單拍就拍到手軟了 來 同學們好 我們開始上個兩拍 多三個 謝謝校長 謝謝校長 謝謝你們 我們請控有哪一個老鼓生病 可以用到嗎 可以去管原室 派給我的學生嗎 他們在這邊洗一點半就洗 可以可以 好 我們繼續派啊 可以啊可以啊 這是一個驚訝的探訪嗎 同學們早安 同學們 誰來的 誰 哦 OK 隊友看 很帥啊 你們站住啦 我便宜你們好不好 很久沒有感受到這麼多小朋友的感覺 感覺是 童年是很快樂的 二二二 三 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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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的加油 拜拜 加油 阿 你先拿來 你先拿來 你先拿去 我們要哪一個 你先拿去找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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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我會跳遠 我不會跳高 我是賽跑第一名齁 瘦跑瘦跑瘦 上課要戴 生病要戴 謝謝 謝謝 不用不用 哇 你是扯鈴的咧 姐姐也是會唷 也是會唷 所以啊 你們還沒拿的 可以去 這樣還能拿 所以還沒有拿的 拿了就不拿了好嗎 我們要誠實 拿了就不拿 好了好了 拿過了齁 OKOK 拜拜 拜拜 我們現在來到新山關愛兒童城 在福利中心 我剛剛問他裡面了 裡面有60個人這樣子 所以我們這邊會給他們 大概120到150這樣子 這邊有幾個小孩 49個啊 還有員工嗎 12個 12個 OK 不難 那個呢 我幫你 看了不用了齁 有成績的要戴齁 謝謝 拜拜 是的 那我們去了很多地方 非常感謝那些地方的 這個校長啊 校友啊 校工啊 幫忙啊 我們終於送到這些學生手上 跟這些慈善團結組上 真的真的 像我們剛剛去送給那些學校 那些小孩子 我覺得他們 拿口罩的時候 我就很很開心 所以他們看著我 謝謝 那種反應是很無價很快樂 像昨天在巴沙媽媽的時候 我也是看很多很年輕的一些 或者是老人家 他們拿到口罩的時候 他們是開心 感覺到有人幫助 而且很多人就懷疑 為什麼真的有免費了咩 整個活動 我覺得最欣慰的是 當我們在每一個地方 拍口罩過後 給那些沒有在戴口罩的人 他們馬上就拆出來戴 所以我覺得 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意思 即使你當下沒有口罩 可是我們給完你過後 你們都有戴上 所以要知道就是要保護自己 也要保護家人 另外一個事情 其實我們的能力是很有限的 我們不可能送完全世界的人的一個口罩 但是呢 我們最主要做這個影片的目的就是 希望透過這個影片 可以提高公眾的防範意識 可以起到一個自我保護的作用 因為我相信呢 很多人就講說 啊不用啦我不用口罩啦 不用戴的不怕死啦 中國的那些朋友咧 當初發生的事情 難道不是每個都這樣想咩 真的發生到你身上的時候 你這樣就太遲了 昨天我們一群人戴著口罩 去到購物店的時候 全部人沒有戴口罩 看著我們好像我們是怪人 其實 我覺得其實不要覺得戴口罩很排斥 還是有戴口罩 喔原來你怕死 我覺得這個不是這樣的意思 這個是一個方法的意思 相信我們台灣觀眾很正常 每個人都戴口罩 你看大馬人戴口罩很奇怪 指指點點 這個是你自我意識的問題 那你自我意識低 不代表你一定要跟每個人一樣低嗎 這是一個保護自己最好的方法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 很謝謝我們的Lafi 因為我們的全體工作人員 是是是 對很辛苦大家的 那如果你看到這邊的話 記得一件事情 把這個影片分享出去 最後呢 也看一下Lafi的廣告啦 也感謝Lafi贊助 就知道Lafi其實是在做什麼的 好的 那我們影片到這邊結束 記得每一個人一個分享 然後呢 不要讓這個事情沉默下去 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 拜拜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